杨子鱼2022年1月1号晚上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发了一条祝贺的微博,并附上了一条微博,看来年年都有好多事要说,这一年就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,身体很好,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,爱我的朋友,爱我的朋友,以及六颗爱心的表情,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得到了大量的点赞和评论。 可见他的人气还是很高的,2019收获太多,2020没有太多奢求家人朋友平安喜乐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身边的人依旧在身边依旧充满爱,更问你,不卑不亢充满活力去面对所有,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但珍惜当下珍惜现在珍惜今天,新年快乐2020期待精彩的故事,要继续加油啊。 她在2020年,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电影,她在综艺节目中的表演也很受欢迎,她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了2021年,杨子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,晒出了一系列的照片,有各种手办,有乐高,有鲜花,有鲜花,有美味的食物,看起来很是悠闲。 杨子还说,乐高是她自己做的,她晒出了一张漂亮的照片,依旧是那副俏皮的样子,虽然她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,脸上还戴着黑眼圈,但依旧是那么的漂亮,那么的可爱。 杨子的这条微薄,看起来非常的有感染力,希望杨子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,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电影。 而杨子,也是29岁的人了,她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,而当她宣布这段感情的时候,所有人都会为她祝福。